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岳 今天给各位分享的是家人的力量 我看一部电影叫《圣武风》 放过很多次了 在电视上看 这其中就描写有一个人 就一直坚持坚持 但是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 就靠着那个手机 跟家人 跟在美国的家人通一个电话 给他的产生的力量 支持他一直到完成了工作 我今天不是跟各位分享 这个登不登圣武风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很多人需要家人的支持 也许有的人过去犯了错误 从青少年到年轻 惹祸不断 然后坐牢 有的人吸毒 有的人怎么样 但是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 当他自己想到他要改的时候 我们需要大家给他力量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给他的力量 所以当他回来 他离开了监狱 离开了戒毒中心 他要回来的时候 家人要怎么看待 你拿他当成 曾经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 但是跟他有一个隔阂的态度 还是一个真的愿意好好地雄抱他 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 就是浪子 浪子怎么能回头 因为父亲爱他 父亲知道他要回来了 不管他过去怎么样的一些 做的一些人和行为 父亲全心全意地来爱他 来抱他 给他最好的 就当没事发生那些事情 用一种好的正面的力量来改变他 亲爱的朋友 在今天 在台湾 在世界各地 社会边缘人有很多 从监狱里出来了 不是不想改 社会不接纳 是完全社会不接纳吗 不是 从家开始就不接纳 朋友 我们好好地想想看 上帝是爱 借他他的爱 帮助我们 去接纳那些 曾经犯过错误的 上帝赐福你 跟你的家人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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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